你還不知道跑去打人家問我 好,這你們有什麼問題啊 對啊,一定是紫柔 剛兩個同學,小哥說他很開心 就跟他一起做 一個水果到底可以發電發多久啊 如果是水果可以成草的發電 那我們就種一堆水果來發電就好 這樣就會 這樣我就知道 對不對 這樣就知道 不穩定吧 問一下 啊,你們哪知道啊 你們現在都犯了一個錯誤啊 你慢慢去分析你們的結果 那我問你們的問題啊 你們在這裡有什麼水果 巴勒 有什麼 水果 不是,即使滴 哪個發電效果比較好 巴勒 巴勒嗎,為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比較薄 你們都是用想像 為什麼不看數據回答我 你們做測試的嗎? 實驗的嗎? 數據都要說 巴勒比較好 因為巴勒發出來,電量比較高 可是我覺得不會是線的問題嗎 對 很好啊 為什麼人家覺得是巴勒發電比較高 不能用覺得啊 我們是科學家 我們做了實驗 我們拿分析數據來告訴我 結果好不好 我不是覺得巴勒發電效果 哪一個在這裡用什麼? 我們用菌子皮跟香蕉 好 我們的菌子皮跟香蕉 哪一個比較好? 為什麼菌子皮跟香蕉 為什麼菌子皮跟香蕉 每一個都這樣子嗎? 每一個都這樣子嗎? 不一樣 每一個釘阿拉比較大嗎? 每一個釘阿拉比較大嗎? 我覺得今天釘阿拉比較大嗎? 他們兩個最高的都是最高的 那多少? 一個800、一個560 一個800、一個560 那低的呢? 低的呢? 最低的是164 最低的是鋁跟鋁 兩個都是鋁跟鋁 對 多少? 一個是... 菌子皮是180 那香蕉皮是250 所以是香蕉皮比較好 還是菌子皮比較好? 好 我們來寫一下他們的結果 來 同學你輸入的結果 其他同學 仔細一滴把你耳朵打開 不要做別的事情 好 同學他們在指的 菌子皮 最高的是什麼? 最高的是什麼? 無修缸 無修缸 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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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八個 香蕉 香蕉皮 香蕉皮是誰最低? 香蕉皮最高的 最高的 最高的一樣搭配 這是多少? 橘子皮測的多少? 我選擇 八百MD 不用問我 是你們測的 不是我測的 八百MD 八百MD 三百MD 香蕉皮測多少? 760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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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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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誰跟誰最低? 誰跟誰最低喔? 鋁子皮的部分 鋁跟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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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最低是多少? 鋁子皮 鋁色 鋁色 180MD 180MD 那 鋁牲呢? 鋁酹皮 鋁是鋁跟螺絲 鋁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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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MD 100MD 鋁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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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的最高比的最高比的高 可是我覺得對比的比較低代表它可以在就是 就是一定程度 就是它是不會那麼柔 但是不會那麼柔我覺得比較重 比較持久的意思 所以有人覺得比較高的比較高的比較好 有人覺得比較低的比較高比較好 我覺得範圍比較大比較好 什麼叫範圍比較大 最高跟最低的差距 所以範圍為什麼 你說800到180來講的話 這個範圍就會大 所以範圍比較小 這個比較不好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出力的東西比較多 可以出力什麼 它可以就是它可以讓 就是假設像剛剛的東西 它只要4.5就好 然後可能它們剛剛就從抬高就把它包掉 不是它剛剛是拿電池 拿一個組織電池來把它包掉 跟那個圓圍太高了 可是你現在講的 你現在講的它把它包掉 衝太高 跟你現在可以處理的範圍比較大 這叫做處理的範圍嗎 什麼叫做水果皮 水果可以處理範圍 這什麼意思 它可以填飽肚子 那我有沒有可能我拿另外一個不同的組合 測出來是零電壓 有沒有可能 那我跟你們說 那這一組組也更大 會喔 那我可能可以拿一個組合 剛剛有人做出來是1000多的 我把他組合拿過來這邊用 他測出來1000多 我說這個組合更好 那可能是香蕭比更好 對啊 那到底香蕭比好還是GD好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在講 教授你幹嘛 香蕭可以做的東西 在幹嘛 可以吃 你們如果有一杯心的記得 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讓你自己的手 固定在自己的膝蓋上 不要 就跑掉了 你跑掉了就不知道在討論什麼 因為討論硬體是這樣 其實我剛剛講 是我們在討論中最好學民主 因為什麼 證明什麼 這個邏輯 就是邏輯了 沒有什麼錯 不會針對人 不會針對說我喜歡你 不喜歡你來討論 所以 這不會說我喜歡橘子皮 就說橘子皮好 我喜歡香蕭皮 就說香蕭皮好 對不對 我們這個實驗的結果證明 然後再問各位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認為是 香蕭皮在八點 橘子皮在八點 還是誰在八點 到底誰在八點 為什麼這個組合它是八點 這個組合是180m 是金屬在放電 是金屬在放電 那水果真正做什麼 角色 可以放高體 就這樣 聽懂嗎 水果裡面有些微的酸 通常它可以溶解金屬 一定要酸嗎 也可以減 它也可以讓金屬溶解 溶解過程當中它可以放電出來 什麼樣的溶解 你說 可以不要用水果把它插到醋裡面 沒有錯 所以剛才陳佑用醋就可以做實驗 對不對 實際上簡單來講 你只要找到一點酸鹼性 有一點酸鹼性的東西 它就可以發電 你說 那肥皂純如何可以 肥皂純你要試一下 它可不可以讓金屬溶解 肥皂純 如果水果有點鹼性 一定要溶解 一定要溶解 對 基本上是溶解 只要有 什麼叫做溶解 基礎什麼叫溶解 我們來看一下 同學你又來了 我問我 把手 你說你說 我以為人家在講話 你說 你說什麼 我看臉書上 有人就馬鈴鼠幫手機重點 對 所以你覺得馬鈴鼠是在發電 不是啊 它底下還超出 還是什麼東西 它為什麼可以長大刀 幫手機重點 這樣可以重溶解 對 我現在解釋嘛 所以我們常常會被誤解 你看 我的水果太強了 它可以發電 太強了 馬鈴鼠可以發電 馬鈴鼠可以幫 一個電子粥 可以讓電子粥 可以使用一個月 你看電有多強 那實際上誰在發電 金屬 是差點馬鈴鼠 能進入在發電 所以金屬會用馬鈴鼠 這個金屬 金屬會消失 你看喔 又是銅 什麼叫融碱呢 什麼叫融碱呢 銅的融碱就變成銅帶正電 這叫銅離子 這叫銅離子 這電子跑去工作了 這電子跑去工作了 所以銅就消失了 可是銅消失了 你看不清楚 你說不怪 如果把鐵拿去夾熱的話 會不會也沒有黃電 鐵拿去加熱 加熱會放出離子嗎 你說融碱嗎 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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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融碱跟融碱不一樣 融碱不一樣 你講的是這個融 融化 你講的是融化 我講的是融解 喔 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就像你把鹽巴放到水裡面 它還融解 它是不是融化 它還在裡面 它不是融化 鹽巴要融化 鹽巴幾度才會融化 八百零一 對 沒有什麼基礎我都會融化 鹽巴要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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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講的 大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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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講的 是因為我聽多多話 所以基礎的融解是這樣 我們的水果是這樣子提供融液 讓它可以融解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是水果皮 是橘子 是香蕉 是藻子 是芭蠟 是芭蠟 我實際上印象很大 你仔細觀察的結果 我現在回來再講這個視頻 我們在做實驗 因為我們實驗腦沒重 但是虛虛就做了 我這邊寫了幾個步驟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個步驟 哪一個簽字型 等一下一下 那個是限制的步驟 喔 限制的步驟 喔 下次再簡單 可以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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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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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 現在的細菲 我大家照片給你 好 沒關係 OK 謝謝 這兩個是給 然後 它是不是 頭上 來這幾個步驟來看一下 這幾個步驟如果你們做個事情之前 做個實驗之前 哪一個步驟要先執行 多集資料 第一個資料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計畫 討論 哪一個 討論 討論還是先 執行 先執行 執行什麼 執行 執行討論 執行計畫 對對對 所以我這邊來個分析 對 執行討論 執行討論 我們要先定義分析 討論 討論什麼 先討論什麼 如果是討論的話 先討論什麼 討論完之後 討論如何做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資料討論如何做 所以討論之後得到什麼 計畫 計畫之後接下來要執行 執行 執行這邊有結果 我們就來分析 結果要分析 是不是這樣的過程 好 你們剛剛在實驗時 有照這個方式來做 沒有 沒有 甚至你們有結果之後 有結果之後 還沒有去分析 在問這個結果之後 我覺得 我感覺橘子皮比較有變 我感覺香蕉皮比較有變 你們去看你們結果嘛 你們做什麼事情 要去分析 想想看我在做什麼 每一件事情在執行 都有意義喔 這兩位同學 這兩位同學 我在說什麼 你們有在聽嗎 沒有在聽 對 你們看事情更重要嗎 對 如果很重要可以舉手發揮 我就可以跟你計事 OK 但是先等一下 所以做事情 其實我剛剛看的是 他們第一組來做的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他們在做進化 他們執行了兩個實驗之後 就開始說 嗯 我覺得我們先做這個 先做這個 他們又討論 就請計畫出來 在執行速度就變得很快 沒有進化的情況就是 我們什麼還做 我們什麼都做了沒有 我們那個做了沒有 我們該去做什麼 因為每個執行過程當中 每個執行過程當中 不斷的在討論 不斷的在檢查 你懂什麼意思 你會浪費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假設你實驗很長 實驗東西很多的時候 你會做過 你不會時間用太長 所以通常是 我們先討論一下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先收集資料 到底對方的這個上路是什麼 我們要派上路是什麼 我要去分析嘛 你沒有分析就直接出去了 你死掉了不是嗎 對不對 你要分析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實驗 所以接下來你要分析 討論完之後 要去寫你的計畫 你的計畫出來之後 執行的都很簡單 照表抛課 對不對 執行人需要去討論 因為我們剛剛討論過 所以我們訂出一個計畫 那接下來就要分析啊 在執行計畫的時候要分析 你做什麼 B做什麼 C做什麼 那一個負的紀錄 那我剛剛一個狀況是 一個結果出來 大家要拼一寫結果 拼一寫結果 拼一寫結果過程當中 剛剛哪個是接哪一個 忘記了 所以你在分析的時候 他在計畫上就要寫說 我付的紀錄 你負責拿電池 你負責用電壓計 然後你要仔細看 紅色接在哪裡 把結果跟我講 我在寫紀錄 分工分毀了之後 那種速度就很快 你知道嗎 多少 報告一下正極是不鏽鋼 負極是什麼 然後這個電壓計多少 我剛剛寫一下 結果會出來 你就不會浪費時間 然後剛剛沒看到什麼 再重複一遍 浪費你的時間 這要分工 這叫做計畫 那執行很重要 執行的就沒有什麼好講 執行就是照表操課 就一直往下做就對了 有嗎 做完了之後開始分析 你剛剛做的結果 為什麼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樣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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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子 你就有個結果 然後就分析 分析知道做什麼 分析知道做什麼 學歷 學歷 分析知道做什麼 分析知道做什麼 預測未來變得很好 預測未來 預測什麼 簡單來講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一定可以知道 學的電壓最高 假設我已經要生產電池 你會找一個 這兩個組合 只有180mm 你不會找這個組合 因為浪費材料 我組合多少的電池 我還可以得到一個電壓高的電池 這個9伏特電池 你知道嗎 這9伏特電池 它怎麼產生9伏特電池 它是找到兩個金屬 放進去 就給它9伏特 那是怎麼樣 它裡面其實就是 組合電池 它裡面組合幾層 組合六層 因為目前來講 已經知道 就是我們比較常用的電 金屬組合最大的電壓 大概1.5層左右 如果我拿電阻來接的話 我有可能可以讓它量度 拿什麼東西來接 電阻 電阻 什麼叫拿電阻來接 什麼叫拿電阻來接 我們要先 他講的事情 我們都要不知道他問題 不要急著去 說對不對 什麼叫電阻來接 就把電阻接下去 電阻是什麼 就那一顆小明星 那一顆小明星 那一顆小明星不是叫電阻 電阻不會霸光 不是 不是那一個L1 你剛剛就是電阻啊 電阻高 所以要澄清你問題 我是說把電阻接進去 然後L1再接上 但是你這九層都還太大 你的電壓力太高 電壓力太高 對電子 對 還是電壓力太高 電壓力太高 有可能啦 當你的電壓很大的時候 也許還可以當它發光 但是神也許會 所以 要讓它電到 它會掛掉 什麼 它會掛掉 九層都不會掛掉 九層都不會掛掉 九層的電壓力太高 九層的電壓力太高 我們那一天不是講 110都不太會電死人 九層都不會電死人 九層都不會電死人 OK 所以分析完 最重要要叫預測未來 預測未來 所以我們剛剛在做 LE 這樣就是要講預測未來 E做出一個結果 所以你在思考 我怎麼讓它可以增加電壓 我可以達到我要做的事情 OK 實驗真正的E是在這裡 好不好 OK 那你們剛剛做實驗 從你們的心部 常常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都沒有問題 我真的在想 真的在想 我還覺得 為什麼金融他們 他們有帶電 就是一般的金融 他們有帶電 他們有掛成電 你看這就是很好的想法 為什麼A金融跟B金融放進去 會有電流跑過去 因為它被溶解 兩個金融都被溶解嗎 不是兩個金融都被溶解嗎 不是兩個金融都被溶解嗎 因為他們分解出來的電子屬 沒有相同 沒有相同 就會有電為什麼 就電會差 不相同的電 有些會比較需要電子 有些比較需要 對 像是實際上搶那時候 我都溶解出來了 所以這裡面有電子 有些電子來去溶 有些電子層來進去鐵 對不對 可是呢 鐵跟銅牌講的話 它有活性大小 我們在畫面有沒有學過活性大小 有 活性大小簡單一點 是你對電子需求的強度 我對電子需求很強的 這邊有很多電子嘛 你要丟電子 我再丟電子 可是呢 我比較不需要 我就可以丟得出去 你就被迫拿到電子了 你就被迫拿為電子 拿到電子之後 它就還原回來 這叫還原回來 還原回來之後 它就會 電就可以流通了 電就可以流通了 那我如果 所以這個趨勢啊 我當這個水果 你先擦兩根基礎棒上去 就有一個搶電子的趨勢 當趨勢形成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電位差就出現了 所以當我把導線接上去 電就流通了 對不對 記不記得我們講說 電位差 電場的趨勢 趨勢就是說 我的電子在裡面的時候 我有一個流通的趨勢 這邊有重力場 所以我這邊放在那邊 一個重部 一個有質量重力放在那邊 它會往下掉 有個趨勢 懂意思嗎 有個趨勢 所以 當我兩個銅電子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這裡面的電子融出來之後 這電子會想要回去電 那個基礎上面去 它有個想要多一點 有個不想要 想要就搶走 電子就會想要流動 這時候當導電一切上去 電就開始流動 OK 它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所以這是水果電池 講這個問題 事實上水果不重要 所以剛剛真的講說 有人吃聖誕 如果有人願意用聖誕去試試看 你就可以發現 欸 為什麼聖誕可以發電 它也是酸的 聖誕可能有酸 可能有些東西不知道 因為都有炸質 基本上水都有炸質 但是剛剛應該有人挑戰我一下 我剛剛說不要用香濃基礎 你們就沒有挑戰說 我用香濃基礎試試看 到底可能發電 可以 可以嗎 很低 非常非常低對不對 所以你要試一下 挑戰 修育出貨到底對不對 修育出貨可能在騙我 是不是 就試一下 好 這樣對電子的部分有問題 有沒有更多 不清楚的問題 串連變點有問題 剛剛陳佑做的那個組合 有看到的同學舉個手一下 OK 好 它怎麼做 鹽 怎麼做 我剛剛想說 做不同的組合 事實上 東西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找 它會不會用這個 裡面大概做的都是拿棒棒 沒有必要放在水果裡面去 對不對 好了 可是你要做組合電子 一定要用平的東西 它第一次是拿鋁 鋁 跟鋁有個問題啊 你跟鋁跟硬幣來比的話 它電位差太小 所以效果不好 那做可能要做這麼高 才有辦法 拔出4.5伏的電 所以後來我今天要不要試試看 這個羅帽 這幾組 對一棒 大概一顆二 你後來用幾組 用四組 四組 四五組 四五組 假設四組或五組 它可以拔出4.2伏的電 接著4.2伏的電 一組相當一塊一伏特的電 就是你看用一個螺絲帽 加上一個錢幣 就可以有四伏 一伏特的電 那怎麼組合 這個跌脊尾的話 就跟那個方寫的一樣 對對對 陳佑一直在做的時候呢 他是用一個金屬 這是刀片的 剪刀 上面放一張 上面放一張 沾了醋的衛生紙 接下來放一個硬幣 再放沾了醋的衛生紙 再放一層硬幣 再放沾了醋的衛生紙 再放一層硬幣 這樣有效果 沒有 基本上這樣效果是什麼 它就只有第一個的 就這個硬幣跟它有差 有電位差 對不對 所以這張組要怎麼做 一個剪刀一個硬幣 對一個螺絲帽 一張紙 一個硬幣 這樣是一個電視 對 接下來再放什麼 什麼 紙或螺絲帽 紙 放紙 對嗎 螺 要放什麼 螺絲帽 要放螺絲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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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有電位了 對不對 這兩個直接接通 金紙接通 接上去放一個紙 再放硬幣 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要黃色的吧 黃色的 黃色的 OK 這個 這也是棋余生裝 這個 基本上是一個電池 這個是另外一個電池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你這樣做的時候 就好像這是一個電池 這是另外一個電池 我們在做電池串切的時候 是不是直接把這個電池 凸到的地方 對它這個屁股 對啊 是不是 你中間放廠紙 不用 不用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不用放廠紙 直接把 這個 藍色的 就好像它的租點一樣 紅色 就好像它屁股一樣 事實上 你看課本 一定要有電池的結構 電池的結構 電池的結構長怎麼樣 我為什麼要放一個 在中間 哪裡在中間 是啊 OK 對 我現在要放電池的結構 一般電池的結構長 就像它嗎 它中間就是一個 碳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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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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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棒棒棒 碳棒棒棒棒 那是那個... 萌 那是什麼 萌粉 它裡面是二氧化萌 七氧化 是什麼萌 是什麼萌 那我看電池 它不是新萌電池 新萌電池 新萌電池 有嗎 有有有有 堅持 二十七耶 二十七耶 等一下可能葉翻很不一樣 在這邊 它有沒有二氧化萌 綠核胺之類的東西 這個我現在畫白色的地方 就是二氧化萌 綠核胺之類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地方 你們覺得我現在畫紅色的地方會是什麼 那類的 紅色的地方 為什麼 鐵片 鐵片嗎 我不管我轉 不要猜 你看一下我黑板畫的東西 如果鐵片方什麼事情 會短路 短路的嘛 所以要放什麼東西 放絕圓體 放絕圓體 對是對方 就是絕圓體 是一個塑膠蓋子 一般來講一個塑膠蓋子 就是塑膠蓋子 這個塑膠蓋子 不是塑膠蓋子 這個有嗎 上面就是塑膠蓋子 有沒有 紅色的那個是塑膠蓋子 稍稍 累了就去走一走 累了就起來動一動 不要讓自己就累了 累了就打一打身邊 對 好 所以你看這個電池 簡單來講 你看 中間是碳棒 旁邊是芯片 對 這叫西蒙電池 裡面是二氧化膠 當成一個 酸 二氧化膠是液體 它是拔弄的液體 調成糊糊的 所以你如果把電池拆開 你會看到一些黑色的 但是它是濕濕的 是有點濕潤的 但是不是液體 如果是液體的話 因為通常這樣 二氧化膠是黑黑的 對 對 俗稱這叫乾電池 乾電池 為什麼要乾電池 因為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水 那你有沒有看過濕電池 有 在哪邊有濕電池 那種小片 對 汽車裡面那個電池裡面就是濕電池 裡面都是水 對 汽車裡面有什麼大顆的 濕電池 裡面就是酸 裡面是硫酸 吸硫酸 非常非常吸的硫酸 硫酸容易 充電池 充電池 充電池裡面也是乾的 它是一些 也是酸液 是酸液 但是它弄的 不會很濕 不是真的有水 可是聽起來充電的時候 它這個水分 會產生氫氣 所以有些 為什麼手機充電會爆炸 那個 因為氫氣太多 氫氣太多 它包不住 插一下 它就爆炸 爆炸出來 氫氣是 氫氣可燃物 氫氣是不是可燃物 氫氣空氣又有氧氣 所以東西有電 電不小心產生火荒 氫氣又直接爆炸 可是現在不會都會擋 會擋 會擋 就是擋 假設你充滿 就把一個 電力在擋下來 基本上不見得 就看你的 做這個電池人 有沒有做的保護裝置 他們做保護裝置 它不會讓你 我記得通常不是 你充電同時打電話 這邊有高效 你總是才爆掉 再講一遍 就是說 你說手機充滿爆炸 就是還要在擋討 電話嗎 還要在擋討 打電話 打電話的時候 不一定 不一定 打電話的時候 是因為 你可能會晃到 是因為 你只要衝滿飽 就是說它有清 它沒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 一點點滋滋 通常現在做兩個保護 第一個保護 叫做卸壓拔 它這個塑膠片 旁邊有小小卸壓拔 當裡面的壓力夠大的時候 它只一下子還打開 會讓氣慢慢洩出去 它就不容易爆開 第二個保護是過熱保護 因為電子充的時候 它電流很大 因為充電 你試過 過了一個球機自動關係 充電的時候 它過熱它自動不斷電 它就不斷充電了 它斷電保護 就是 我們如果過高 它就斷電 它就不斷充電 等它過熱 再繼續充 再跟人家過熱 另外一個電子講過熱保護 因為它充到飽了 人家充不進去 它就會 讓它裡面的化學物質開始反應 所以它就會過重保護 它就不讓人家充電 會有三種保護 那就看你電子好不好 如果電子品質差一點 它可能做一種保護 電子品質好 你做三種保護 你去買電子 你去買電子 不要買那個已經膨脹了 膨脹通了 那我怕直接買了手機 可以用那個電子去通一下 那你比較危險 那你比較危險 我來這邊 不要撐開 好 OK 所以這是電子的部分 我們上禮拜講 用電安全 那你試試看 不要搞定話 我們已經知道了 從腳也知道 用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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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用的時候 延長線可不可以擦太多 電子用語 可以 不要擦太多 為什麼不可以擦太多 為什麼不可以 很難爆 很難爆 好 這是電 插在插座上 插電 插太多 好 我現在插出去之後 再擦 延長線 就再併你一個 吹風機 再併你一個 馬達 再吹一個 電風扇 再弄一個 冷氣機 再弄一個 冷氣機 冷氣機 怎麼會這麼接 假設啦 他說假設啦 沒有冷氣機 好 我跟你講 冷氣機 沒有冷氣機 那我可以接除石機嗎 好 除石機實在是冷氣機 欸 底下都是電子嗎 不是電子 是插座 電子 電子 你看 我這邊弓了一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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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了一個電 這電都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 所以我已經弓了 非常大的電流 所以現在有這麼多的電出去 現在導線彎受不了 太熱呢 太熱不是練開 太熱它 這個電線會先融化 旁邊的絕魚會先融化 融化之後兩條線 靠那麼近 不想 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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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變成短路 電壓無限 短路電圖是 趨近一臨 對 無限大 對不對 趨近一臨 電壓無限大 對不對 趨近一臨 然後我的電流 就會怎麼樣 趨近無限大 可是電流會 無限 喔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我電主很強嘛 電流就趨近無限大 對 電流趨近無限大 我的功率就 趨近無限大 趨近無限大 爽了 是不是 溫度就更高 溫度更高 它如果靠在旁邊是木頭 就燒起來 它如果靠在水管 水管就通話 對 所以其實 旁邊的東西 承受不了 太高的溫度 對 所以如果 那個 導線 一邊裝 你可以接受 一線大電流的 宅體的話 就沒問題 不划算 對啦 你如果說我現在旁邊 都沒有可燃 嗯 電壓太大 就電壓太大 電流太大 誒同學 我叫你起來 肘都沒有叫你出去啊 所以他們放一下 就聽得懂了 沒有啊 我也一直都 不懂 找幾個 都不懂 說什麼 我講真的會很難嗎 榮軒 不要說謊 我講真的就是一個場次 OK 電子是怎麼變的 電子 電子是怎麼變的 一般導線啊 電子很小 一般導線 就很小 就碰在一起 它基本上導線 就基本上沒有電子 然後 但是 我只知道 千萬不要把電子 就折 對 電子不要折 因為折它容易 有折損 譬如我現在一把 我這電線裡面 這一 這一 骨電線裡面 有一百根電線 可是一折一次 可能一小根就斷掉了 再折一次 可能另外一根就斷掉了 那你電線 一折越來越 它電線越來越細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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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反正就從這邊燒起來 這邊就會過熱 因為它 瞬間 你看 反正是一百條分 一百 對 這邊就會產生一個 十條分一百塊 容易 這是什麼 容易從那邊斷掉嗎 事實上 它都會燒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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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掉就不能用 它只是不能用 它不太安全性應該好 它只是不能用 那有個東西會有問題 用電安全 它有個問題是什麼 我經常在使用電線 喔 這電線好長喔 這電線很長 所以怎麼樣 這邊弄這邊 這邊弄這邊 把東西捲起來 用繩子綁起來 這樣好不好 因為它如果是中間 短路的話 就會燒斷 因為每一張導線都在散熱 你在把它綁在一起 它不會散熱 它變成其中發燙 喔 所以你把這架導線 可以用二十安培 你把它捲起來之後 它可能只有五安培 四安培就燒掉了 這邊會燒斷 這邊會其中發熱 所以 導線使用的時候 盡量不要捲在一起 你可以散掉 這樣鬆鬆的沒關係 要不要捲在一起 捲的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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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它只要併在一起 這邊就不容易發 這邊的熱不會散掉 好 盡量不要把線捲在一起用 盡量不要把線捲在一起用 所以你的線很粗 所以你線的耐電流很高 盡量不要把它捲在一起 好 用電安全 我們現在用電安全 或者說保護 比如大電流 大電流怎麼保護 穿絕圓的鞋子 我說電器用什麼 這根穿絕圓 比如我這邊 我不知道啊 我就一直併臉啊 獨立插座就好 獨立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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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插座 如果保護短路嗎 對對對 你如果保護它 不要一直接 它無限接會怎麼樣 你說那個獨立插座 同學獨立插座意思是什麼 就是那個插座 它就只插 好 那意思是什麼 這是一庫人箱 只要裝一堆一庫 我的電過來的時候 我這個電進來 一個控制箱 對不對 對 我在從中間接幾個插座出去 這插座再拉一個延長線出來 這邊又插到一個 出去 嚴重一點的時候呢 就會爆掉 所以冠者聽說 我不要接這個延長線嗎 太危險了 沒有 我就 不是嗎 你不是這樣說嗎 你不是這樣說嗎 不是 你剛剛叫錯名 喔 剛剛叫錯名 喔 冠者 他說今天獨立插座 所以就接很多插座出去 那有問題的 不會是那個嗎 對 你看 就是邏輯嘛 這常識啊 我們講更深的知識 喔 相嘴 所以你看就知道了 這樣子你只是把問題 轉到這裡來而已 問題有沒有消失 沒有 然後只要 你對那個箱子 做保護就好啦 OK 好 這是一個保護 請問怎麼保護 就 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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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冷煙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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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這樣沒辦法這樣做 降溫放冷煙 你要放過冷煙 放冷煙 放冷煙就 放冷煙就 放冷煙 放冷熱物質 放冷熱物質 放稍微放冷熱物質 好 這邊又不會燒掉 把刀流放冷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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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這邊 這個家庭裡面 隨時都是過載的情況之下 這邊不會燒在 情況哪裡都燒掉 每一條片 這條線會燒掉 你的那條線 這條線是外面接給你的啊 燒掉就打電話 他會說你過載 你過載 你跟我申請電 你會告訴你要申請多少 那我會給你固定的 這個外面的線進去 那他是固定的錢 你申請假的我家要用50安培的電 他給你這條線就是可能是60安培 那我要跟你說50安培的基本的錢 你剛才講我家用電很大 他說你申請要100安培 他就有100安培的線 他說100安培的錢 基本備用不一樣 你申請100安培 結果你家用上來安培 結果這兩天燒掉了 你要陪我啊 哦 我就是用我的房子 對不對 所以你要在家裡 在這個房子蓋的時候 就已經跟人家講好 我要申請多少電 可以換嗎 可以換啊 申請要請 很麻煩 對不對 申請就要請 所以怎麼辦 你一定要在家裡 你這個地方就保護了 怎麼保護 我不知道 簡單想想想看 你腦袋想想看 拿兩個檔面線 拿兩年 drive 軋zza 抓到一個總積 什麼意思 那是這樣怎麼辦 總積就 靠電力公司 想想看 用電過高會怎麼樣 那你說 不要同時用 那是你已經知道的情況下 盡量不要夠用 可是你用了電力也不知道 不如我在一樓用吹風機 我媽媽在二樓用廚師機 我爸爸在三樓用烤箭 你會知道嗎 你不見得知道嗎 可是大家同時用的啊 就是我媽媽每次要開訪室說 去鄉家學一遍 對啊他這樣子說沒有做 尤其是老舊的房子不要這樣子 你們以前租老舊房子 比如50年的房子 你就要考慮那個店很多都是老舊了 尤其是有些木造的 你這樣就很危險 可是你到底要怎麼保護啊 我們講了這麼久大家要怎麼保護 什麼叫過載保護 就跟手機的 跟過載保護一樣 其實主要是溫度保護 我們都知道嗎 其實不是電壓電流 原來電影響是電流 我們用了這麼多電器用品 假如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這邊的電流一定很大 電流很大的話什麼事情 過熱 所以以前有個東西叫做過熱保護 它就因為保險絲 保險絲呢它很容易因為熱 就燒短 那是什麼狀 它就是一種低溶點的東西 所以是什麼 一般來講你說是用 涅落絲 或是用 不是涅落絲 不是涅落絲 用那個 用錫的合金 錫的溶點是低的 那錫的溶點 那所以 你當你的電流太大的時候 這條電就 溶掉了 溶掉剛剛什麼是 啟動轉字 什麼啟動轉字 你在說什麼啦 啟動轉電 嗯 我們剛剛說怎麼樣 短路了 斷路了 不是短路了 龍就是斷路了 斷路了 斷路跟轉路不一樣喔 那條線就轉掉 對 那條線就轉掉了 那條線不一樣 轉路還好不一樣 轉路還好不一樣 轉路什麼 我手個 shortcut 手捷徑 那斷路是什麼 直接斷路 斷路線就斷掉了 我都習慣把它捏了 我都想把它捏了 我都想把它捏了 斷路跟短路是不一樣的 斷路叫做cut cut off 切掉了 短路是short cut 這個捷徑 這個捷徑 short cut short cut 是短路 是捷徑 那捷徑的話 它電會跑很快 斷路的話 電還會跑 不會 不會跑了嘛 那怎麼辦 不用掌人修 不用掌人修 以前就是 就把那個開關打開 就把那個保險絲 斷掉的保險絲卸下來 放個新的保險絲上去就好 那現在 現在 因為很麻煩 很多人在放保險絲被電到 所以現在做法 就是無榮絲開關 被電到 被電到 有些人就死掉了 有些人就受傷了 對啊 所以現在怎樣做 現在怎樣做 因為你的大電流 我們後面會學到的叫做 電池效應 電流過去的時候 會產生磁場 記不記得 記得 記得嗎 記得嗎 嗯 電流過越產生磁場 所以電流越大 磁場越大 對 所以那邊有個磁鐵 有個磁鐵 所以這電流很大 那磁鐵就被吸過來 吸過來就斷路了 哦 這樣子 那種意思嗎 那這個開關 所以就是要把護規 就切回去 那你再用電 電流過越大 就吸回來 那它就斷路了 這時候再去把它搬開 再搬回去就好 這叫無龍式開關 是一個簡單的訪問 這樣什麼嗎 如果一直 如果拉入這些 所以你這樣電 像剛剛 剛從前講 假設我所有電器用你都開著 沒有嗎 一個事情 那無龍式開 啪啦 啪啦 又跳回來 那表示家庭的電台 不要去關掉一些人 那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同時供 那麼大的電 那它直接申請 1000安培的 有什麼關係 我直接就申請1000安培的 家裡用多少的電腦 隨便利用 可不可以 好貴 當然很貴 在外面工廠 就這樣 你還申請多大的電壓 多大的電影 可以申請 它就給你足夠的電壓 那就是電壓 啊 小巨蛋跟地下 對啊 對啊 ok 那你要這樣講 台積電跟地下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有些半導體工廠 一個月的電費 是兩百萬以上 兩三百萬以上 那我做的 三百萬 因為它整個機台很多 它機台很多 生產啊 那做晶圓啊 做晶片啊 ok 好 今天很成功 來 我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你們隨便找個手機電池 可以看到電池嗎 可以看到電池嗎 沒有看到電池嗎 沒有看到電池嗎 硬體神經 猜不了 猜不了 好 那我簡單的說一下 猜得猜得猜得 應該說 呃 沒有工具猜不猜 電池 在這裡 很大 好 它上面怎麼寫它電池的單位 它幾個 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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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 第二十頁 有個電池的 那個外外扶琴 看到沒有 9V 9V 20夜 我們看這個電池 沒有20夜 沒有20夜 後來定的那個叫 叫在我沒有叫 它變成爛爛 叫做20夜 我沒有20夜 它變成爛爛 OK 那個邊 一起看 它下面有一個酸素 來看一下 它顯像都有的沒有的 請問你一個問題 電壓是多少 3.7 有多少 是不是3.7 對 分開來說一個什麼事情 電量是多少 電量 電量是多少 照鐘 電量是多少 電量 去找人一起看可以嗎 電量多少 10 220 10 220 然後什麼 好安培 這是那個H 那個H是三小 對那個H三小 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用講 問 不知道要問 MH是什麼 好安培 好安培是什麼單位 好安培是什麼單位 好安培是一個單位 你猜到多少 28公斤 對嗎 不對嘛 不會這樣 你電量啊 你告訴我電流 這樣對嗎 對 我加個H就變電量 為什麼加個H就變電量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好問題 我們看那個單位 不懂 問一下為什麼 我們加個H 那H是什麼意思 小寫 猜猜看H是什麼意思 小十 小十非常好 蛤 小十 H是小十 我跟你講齁 猜是正確的 學科學要常常猜 一定要用力去猜 勇敢地猜 我假設 你就先假設對不對 就想看看有沒有道理 我現在給你一個電流 再給你一個小十 這什麼意思 他每小時可以輸出這麼多的電量 欸 1020 每小時可以輸出這個電量 不對 你說看 多少意思 1020 迷你安培小時 什麼意思 每小時有多少 不是 我跟你講齁 每小時有多少 就是單位怎麼寫 你知道嗎 喔 這個意思叫做 每秒幾公尺 對吧 這樣寫絕對 每小時可以輸出這樣 不是這個意思齁 那個安培可以用多少 沒有錯 假設我一直用 1020 迷你安培再輸出的話 我可以用多少 一個小時 就用到沒電了 喔 這叫電量嘛 不是嗎 這是一桶水 假設有出水量呢 是每小時流出去300克 我可以用一個小時 這是放出去 你這裡面有多少東西 300 300克小時 對吧 OK 你說 那為什麼它這個 福特它 它弄成也是 冰壓盆 為什麼是冰壓盆 他把單位 他把單位弄成 他把單位弄成 你用不是比較好看嗎 福特跟 請問福特的單位是什麼 喔 喔 福特單位是什麼 不一樣 福特是 單位是什麼 電壓 電壓 這是福特是電壓 對不對 福特是電壓 對不對 電流是必然安培 記不記得 有電量是什麼 還是要把這個獎 我們再下看 好 電流怎麼算 電流怎麼算 喔 就是 1 阿瑟茉茨的地 每一個節 你也看起來 阿瑟茉茨的地 這是什麼東西啊 喔 我是地 我想說它是電流嗎 對啦 但是我說電流 基本一般 現在開始算 每一截面 每一秒鐘 多多少變量 多多少變量 有沒有 變量就出現了 所以就是把電量出上時間 我把電量出上時間 就得到電流 所以把電流成上時間 小數是時間 對啦 不知道什麼 又回去變電量 電量了嘛 這是電量的單位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假的在衛服裡 假的這個電池 我每秒鐘只耗 我每秒鐘 我的電流只耗 我的電流只耗 100mAh 我可以用多久 10.2小時 我可以用才10.2小時 對不對 好少 是不是這樣子 我可以用10個多小時啊 好少 所以我看 你去買電池 你想讓你電池 你電池用久一點 就要買這個電量大一點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要做省電嘛 我如果每小時 我的電流量耗的很少 我可以用越久 對吧 好 OK 好 你說 如果我把電池漏在這邊 不是 遙控器 或者是把它需要電池的東西 那我不開始 主要把它抬回來 它會爆電 爆電 爆電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應該是 假設是遙控器 它感覺會有發射的話 它通常就會有發射 它通常就會有發射 讓耗的電很漲漲 它要 攤掉 所以你什麼意思是說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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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已經沒有水了 就是量 對吧 這個它前面誤會感到的 它是把它記在前面 它把增布底放在前面 它比較好用而已 所以它下面一波有增布底 它下面就沒有增布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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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